真相来了 慢镜头还原杨明和苏伟冲突过程 讲心权都看不下去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聊月大战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在本商比赛过程当中 杨明和苏伟会发生冲突 互喷的情况 我们知道现在的聊月大战已经是正式结束第一场比赛的争夺 最终辽宁队的还是凭借着更加强大的实力是强势 打败了广东队 而回顾本场比赛其实可以发现出了这个比赛结果的让很多球迷相当意外之外的话 其实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的爆发的一些冲突 以及广东这边有球员呢 去伤害辽宁这边的球员那些行为呢 同样在赛后引起了很多球迷的热议和争论 首先我们看他看一下其实在本场比赛 比赛过程当中呢除了周鹏这边呢 去索侯崇明城之外的话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过分的球员呢 就是苏伟了 在边上比赛过程当中 那么苏伟呢其中是做出了两次去故意上岸的动作 第一次呢去在比赛过程当中 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 直接伸腿 绊倒了郭爱伦 那么第2次的一个比赛 更加过分 也导致 杨明这边是彻底忍无可忍了 那么最终呢和他进行互喷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呢 那么比赛的进行到第2节 那么郭爱伦这边呢持球突破 之后苏伟呢是首先把他绊倒 那么这个时候啊 其实杨明呢已经有些不满了 因为裁判呢针对这个行为呢只是一个警告 没有任何的一个判法 那么之后啊进行到第3节还剩下一分钟左右的话 那么苏伟这边呢 再一次做出了一个商人动作 让杨明这边呢是彻底忍受不下去了 那么当时我们看到呢本身杜峰呢打算把周鹏呢 把周鹏换下这个苏伟那在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苏伟这边呢也许是想在杜峰这边呢表现一下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他面对赵基伟的一个啊这个前来呢他也是突然冲上去了对他进行犯规 并且用自己的身体的大腿呢狠狠的撞到了赵基伟 恰恰就是一个这个涉嫌故意伤害人的动作呢那么让杨明作为主帅呢 实在是没有办法引受下去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他立马就冲上去了要求苏伟给一个说法 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商人的动作 那么之后苏伟呢好像觉得自己非常的无辜呢也是立马走上去和杨明呢进行互喷 那么之后把双方的一个冲突也是越闹越大 后来呢是这个裁判汪梅在从中 隔开之后的话那么双方的才没有继续骂下去 所以实际上我们回顾整个过程可以发现那么这一次完完全全就是苏伟的不对 一开始他去半岛郭爱伦呢那么其实杨明也没有多说什么希望他能够是无意的之后呢能够好好注意 结果没有想到那么到了下一节比赛当中他又再一次做出了这种故意伤害 核心那个动作 实在呀也是让杨明这边是彻底忍受不下去 所以才会最终的那么要求他给一个说法 去批评苏伟呢以后要注意这个尺度 不要去伤害到他的球员的话真的是 不可挽回的损失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当时啊苏伟这边不知悔改还和对方的主帅在互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就连这个老爷子蒋新权呢作为一个前辈也彻底看不下去 他的情绪也是比较激动一直看着苏伟呢好像是嘴巴念念有词 虽然说不知道他说什么但是看得出来呢他对苏伟这一个变白呢也是非常不满的 所以说实话其实啊这一次比赛过程当中的很多球迷都看到了就是苏伟自己呢 首先去主动去犯规并且绊倒了别人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对苏伟来说既然说自己敢做就应该敢认之后呢 好好去注意一下不要再做出这种行为 广东队输了虽然说输了比赛但是输的坦坦荡荡 不希望有个别的球员因为他自己的一些问题呢 而最终影响到整个广东的口碑 甚至在现在呢已经有一些球迷觉得广东队呢是武术队 经常在比赛过程当中通过一些小的动作去伤害 别的对手那这种口碑呢 恰恰就是因为像苏伟这种球员呢去造成了 所以接下来希望啊之后还有两场起码两场的比赛 我们希望呢苏伟周鹏这些球员还是好好去打比赛 不要再做出这些呢 去备受争议的行为到头来伤害的还是整个球队的口碑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